足球男子国家队主教练人选问题 今天终于有了结果 中国足协今天下午在广州 同南斯拉夫人米鲁蒂诺维奇 正式签订合同 聘请她担任中国队主教练 这样米鲁蒂诺维奇 变成为继施拉普纳霍顿之后的 第三位国家队外籍主教练 她的任务是率领中国队 冲击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 零管中国足协与米鲁蒂诺维奇 在北京就合约的基本内容早已达成一致 但由于合同中牵扯到诸多法律问题 谨慎的中国足协又特意聘请了 三位律师对此进行研究 这是为什么直到米鲁蒂诺维奇 抵达北京的第九天 才与中国足协签约的原因 今天下午三点 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 与米鲁蒂诺维奇在合约上正式签字 一小时后 米鲁蒂诺维奇身批崭新的国家队服装 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 与前两位外籍教练 在就位时的豪言壮语相比 米鲁蒂诺维奇在众多记者的追问下 出言谨慎 他表示 出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 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挑战 他将不遗余力地争取实现 带中国队进入2002年世界杯的目标 米鲁蒂诺维奇再次强调 中国队应多参加比赛 特别是要多与世界强队比赛 米鲁蒂诺维奇的任期为两年 直到2002年世界杯预选赛结束 据中国足协官员马克坚表示 由于米鲁蒂诺维奇 对中国队并不十分熟悉 近期中国队的比赛将由中方教练负责 中国队将于明天下午与乌拉归队 争夺四国邀请赛的冠军 关于米鲁蒂诺维奇签约的前前后后 请您注意收看明天第一套节目 21.25分播出的体育大世界 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会辉设计工作 今天又完成了一个